因为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今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继续讲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 讲到耶稣为什么要在约旦河受若汉的洗 还有第三个理由 因为耶稣是以自己的行动 在给我们做一个示范 教给我们和天主和好 始于什么呢? 始于悔改 始于悔改 那我们看到说悔改与和好 一个是悔改 一个是和天主和好 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悔改就是和好 和好就是悔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悔改的意思 悔改就好像是 把自己的言行 自己的生活转向天主 转向天主就是接近天主 也就是和天主和好的路上 能够再走得近一点 那有的时候人们说 耶稣没有罪 没有罪 没有罪的人 为什么要受悔改的喜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引用这个C.S. Lewi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徒》 英文叫《Mere Christian》 他其中讲到这一个 有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非常的重肯 他的话是这样讲 他说罪人需要悔改 但是只有无罪的人才能做最完美的悔改 只有无罪的人才能做最完美的悔改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悔改与天主和好的 想到同一个意思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就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罪人悔改的时候 悔改就是和天主和好 但是这一份悔改 好像总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但是一个无罪的人才能做最完美的悔改 因此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的悔改 一个不断悔改 不断地和天主修和的过程 这里就回答了两个问题 第一 耶稣受若翰的喜是给我们一个示范的作用 告诉我们与天主和好始于悔改 第二个 他受若翰的喜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所以他可以做的是一个完美的悔改 或者完美的和好与天主的和好 在耶稣内我们的悔改 也就是向天主不断地靠近 去达到一个完美的和好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旅程 因此对于我们罪人来说 就是需要不断地悔改 不断地悔改 不断地在与天主和好的路上向前迈进 耶稣在约旦河的手若翰的喜 就是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也使得我们能够走上这样一条路 悔改的路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会 主佑平安